有什麼夢 因為從小好像就覺得 有車有房就是人生中一個 圓滿的感覺 是喔 對啊 然後所以我 小時候人家那種寫作文 不是都會寫說 你的夢想是什麼嗎 然後有些人就說 當醫生 當太空人 要幹嘛什麼的 我就寫說 有車有吧 好可愛喔 妳還 那種寫作文 想法好寫實喔 對 因為比較多男生會這樣想 女生不就是要什麼 遇到白馬王子嗎 對啊 我好像沒有耶 因為我就是覺得 從小就覺得 女生要當自強這樣子 所以我第一間房子是在 二十七歲的時候 二十七歲 也很厲害耶 然後我剛剛看到小柔姐 我就覺得超強的 對 他們也有媽媽啦 對啊 我媽媽 媽媽當住院 對 我不要不一樣 就是妳自己不斷的鼓勵自己 我是瞞著所有的人 我爸我媽都是在我買了 之後我才打電話回家說 爸媽我買一個東西 他說什麼東西 我說我買了這種房子 然後我就嚇壞他們 妳之前沒有問一下 爸爸媽媽幫妳看一下嗎 我曾經有就是稍微的 就是試探他們 但是後來發現他們就說 不要買房 買什麼房子啊 你放啦妳 然後我後來就算了 我先不講 然後我就自己看好之後 買了 然後才打電話 跟他們講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一開始就選這一間 因為我從小就是住在西區 然後我住過中正區萬華區 那那時候 到了二十幾歲的時候 因為就會出去玩 就是大家的夢想就是 一定會到東區啊 逛街什麼 我就會覺得說 那我一直都住在西區 我就一定要到東區去看一看 所以我那時候買房子 其實還蠻快決定的 我在三個禮拜以內 然後看了那邊 從大安區 然後信義區 那這個中山區是因為 那個房仲就跟我講說 妳先不要看那個大安區信義區 因為那邊的房價就是 以我想要買的那個價錢來說的話 還不如看這一間 因為這一間 只要過一個馬路 就是大安區 嗯 然後它的生活機能 完全非常的好這樣子 然後我說蛤 可是就是門牌就寫中山區啊 他說妳來看一下妳在說 後山區也很好啊 是 可是妳知道我那時候就是東區 真的想法 就只有兩個地方 就是大安區跟那個信義區啊 然後後來我就勉強去看一下 欸真的還不錯欸 就是它是跳高4米5的 然後周圍的機能都很好 那時候它是在北科附近 那光華商場好像又要新蓋 就是要搬到一個新的那個 就是新建 那妳準備多少錢來買這一間的 大概那時候兩成 所以我總價大概不到900啦 然後大概兩成的話 大概一百多萬 對 一百五六左右 一百多萬是妳很努力 打工各方面賺來的 從小時候 越來能夠實際去打工工作的時候 大概 例如說我大學的時候 就兼了七個家交 同時 七個家交 從有鋪滿開始存的 真的 其實是小錢是鋪滿 然後押稅錢 我跟她是同一屆的 欸 欸 欸 那位大叔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 但是我那時候也是有點 誤打誤撞 可是我還是有稍稍做功課 因為我知道它是在 忠孝新生附近 對 它再怎麼樣疊 它都不會疊成怎麼樣 其實位置其實蠻好 聽說妳付完頭期款之後 帳戶就領不出錢來了 沒有錢 那妳不用裝潢喔 人不用住進去不用家具喔 我就跟那個之前的屋主講說 可不可以就付家具 妳不要搬走這樣子 對啊 然後她就人也很好 因為就覺得我好像 就是一個小朋友 然後買房子 然後她就真的都留給我 什麼冰箱桌子 所以美女都覺得 事業上好人特別多 哈哈哈哈 就是她可能覺得 我是很真誠的 就是也是年紀小小小 想要完成一個夢想的感覺 因為有些時候他們家具搬走 搞不好用不到啊 我也有朋友的媽媽有在賣房子 然後對他們來講 房子其實是她的一個回憶跟記憶 對 當然他們要賣房子 他們想要換屋嘛 人都有換屋的需求 可是那個房子 對他們來講 雖然是要賣掉 可是他們是有感情的 對… 所以當他們其實賣的時候 他們也會很擔心說 這個…所以未來就不是我的房子 可是他們會擔心說 這個我住了 可能住了十年的房子 未來交給下一手 會不會被糟蹋 她會挑買房 她會怕 她會想賣給我喜歡的人 對 她會覺得 我覺得這是賣方的一種記憶 會… 所以當她看到那個 你看新的屋主 那麼誠懇的 那麼善良的說 她希望把家具留下來 然後她一副就是 決定要好好維護 她的房子的時候 我覺得很多時候 那些賣家會覺得說 就這是我要 我寧可少賺一點錢 家具留下來的 那句話的背後是 我很喜歡你的房子 跟你所有的擺設 所以房子是一生打拼的成果 是 你要肯定它 結果真的都好想哭 好感人喔 人天偉大 好感人喔 你買這房子的時候 聽說身邊的人是說 你是神經病 真的啊 買得很好啊 為什麼 他們都說你腦袋被撞到 是不是 你怎麼在這個時機點啊 買房子 你要等到房價很低的時候 再買啊 你在糕點進場幹嘛 好多人 好多人 真的每個人 就是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被罵到臭頭 我就覺得 對我是不是腦子 真的被撞到 還是怎樣 但是我後來想一想 不會啊 我覺得我至少還是 有先做一些功課的 後來證明你不是神經病 他們才神經病 你看看賺多少 我後來也是一年半不到 就長一瓶大概長得快二十萬 所以我就也是差不多 一瓶長得快二十萬耶 對啊 她剛剛一講 我就想說她應該就是 因為過一條馬路就是大安區中山區 那就是鬆江路跟 股票也沒那麼好賺 就是鬆江路跟 市民大道跟長安東路附近那一帶 我這棟房子 它走到忠孝新生大概六分鐘左右 所以後來 而且是雙捷運喔 對 因為我買的時候 它還沒有開三條線 後來我買的時候 它整個三條線開了 然後一瓶就長了快二十萬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 就以小換大 我就把這間又賣掉 然後換到同一層隔壁隔壁 比較大間的 同一層隔壁喔 因為我很喜歡那邊 OK OK 小屋換大屋 那那一間買多少錢 那一間買差不多快一千五 就是也是高點買的 但是我是高點賣 等於就是賺的錢去 到那裡面 但我自己自住啊 兩年就買房子又換大屋了 兩年就結束這個事情 好棒喔 然後後來就是又再過了差不多 就是我去年吧 去年我又買了內湖的 就是內湖又比較大 第三間了耶 因為之前 小貴婦喔 因為我買房子就是想說 我要住到 我自己想要住的房子 妳是從看房子看很久 才會下手還是 沒有啊 超快的啊 我第一間大概 三個禮拜不到我就下訂了 對 然後第二間也是 我看到好像有人在搬東西 然後我就趕快去問了 問了之後我就說 那妳等我一下 我先把這間賣掉 然後我要跟你買房子這樣子 那妳就等妳喔 對啊 就跟小柔又碰到好人啊 這是妳現在的嗎 對 現在內湖這邊 因為後來就覺得 好像離工作地方很方便 對 然後那時候看了就很喜歡 然後就直接 也是一卡皮箱 今天感覺滿大了齁 對 這間大概四十八坪左右 室內大概三十 因為她公司 越換越大 恭喜恭喜 一定要的啊 就是想要住的地方 對 然後就是有 變得平面的啦 對 因為 這個裝潢的也滿不錯的啊 妳自己設計的嗎 她搬進去就已經設計好的 又來了 零裝潢費搬進去 對 就是一卡皮箱入住 就是住到現在這邊 現在目前為止都還滿開心的 可是妳本來想要買大安區信義區 買半天都沒有買到那邊 對啊 妳本來也是一樣 跑到了新北市 可是我後來發現就是 真的要找那種離工作地方很近的 近人 妳就會很開心 然後現在我去露營什麼 我都用走路的 又健康